好最近流行吃豆腐瘦身吗 专家一句话告诉你还要加一味哦 好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冻豆腐瘦身法 现在日本模特儿梨花她就说呢 她觉得这个吃冻豆腐 既然能够燃烧卡洛里就有饱足感 还能够靠老化 避免皮肤松弛 她一个月靠这个方式就瘦身三公斤 好另外她来看的是呢 韩国女星宋慧桥 她每天早餐跟午餐维持八分宝 避免摄取高热量的食物 鱼类无骨类食物都经常吃 晚餐只吃豆腐成功甩肉了四公斤 好不过其实来看的是呢 豆腐减肥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啊 好豆腐其实富含的蛋白质 可以呢展化成氨基酸 换句话说可以促进脂肪燃烧代谢 但是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豆腐 恐怕吃下去都这么能够来帮助身体瘦一瘦哦 好其实呢蛋白来看的是呢 冻豆腐的蛋白质比传统的豆腐 其实是多了1.5倍 另外呢这个冻豆腐其实经过冷冻脱水 内含了氨基酸BCAA 这个BCAA可以维持肌肉 而且呢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还能够对抗老化 但是啊告诉大家 这个像是百叶豆腐啦 或是油豆腐啦 或者是呢油炸豆腐等等 恐怕吃起来效果就没有像冻豆腐一样 这么的含有这么多的 包括呢让身体能够瘦得这么快 我另外来看的是呢最近日本流行 就是这个冻豆腐 它们到底怎么做 带你一起来决筹 日本人气女茉莉花 在家里热舞健身好身材一览无遗 她在社群媒体上透露 就是靠着吃冻豆腐 一个月瘦三公斤 吃火锅最常见冻豆腐身影 比比豆腐每100公克有88大卡 冻豆腐热量比较高 但相对来说冻豆腐的蛋白质含量 也是传统豆腐的1.5倍 你因为结冻了 那在这样退冰之后 它水分的流失会比较多一点点 基本上冻豆腐跟豆腐的营养成分是一样的 吃同样的量冻豆腐除了有更多蛋白质 里头的氨基酸BCAA也有助于生成肌肉 进而提升代谢率帮助瘦身 最新广告大秀美贝 韩国女星宋慧桥 也是靠着晚餐只吃豆腐 一个月减掉4公斤 但专家提醒别拿来取代淀粉 豆腐它的营养成分跟肉的营养成分 都是提供蛋白质 肉类的话除非你是选低脂肉 不然你都容易吃到一些高脂肪的肉类 享受身一样叫豆腐 百叶碰不得 用的是大豆蛋白油脂淀粉等加工制成 每百公克肉量将近200大卡 豆腐正夯但吃错没瘦反变胖 记者张道友陈静怡台北 采访报导 好 接下来我们为您来视讯连线 专业的营养师刘依礼 刘营养师您好 我们想请教您刚刚提到 这个冻豆腐的这个减肥瘦身法 这个您怎么看这个方式的用法 到底是您怎么看 他们的营养成分 为什么能够帮助人体的脂肪来代谢呢 主要是因为冻豆腐呢 它是属于蛋白质的来源 那蛋白质呢 因为它可以在我们体内 可以有造激 然后促进新成代谢 所以有些人可能在减肥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它蛋白质的含量可以提高 所以呢 有些人又用所谓的冻豆腐 或是豆类食品 来增加蛋白质 那在减肥是有帮助的 不过还是要提醒消费者就是 因为冻豆腐一般都是加在火锅里面 那如果你用的是麻辣锅 或是你的锅底是属于热量比较高的 那反而你的效果可能比较不好 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用变化 比如说你可以偶尔用冻豆腐 然后或是一般传统的豆腐 或是你喝豆浆 或者是所谓的黑豆黄豆 其实都一样拥有所谓的优质蛋白质 那对减肥都非常有帮助 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豆腐里面它只有好的油脂 跟好的蛋白质 还缺了淀粉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减肥的话 使用冻豆腐我们建议还是要吃好的淀粉 比如说可以吃一些地瓜 南瓜 糙米的部分一起搭配 才可以帮助脂肪的代谢 好 其实刚刚有提到 冻豆腐要搭配优质的淀粉 可以帮助脂肪代谢的比较快 那除了冻豆腐之外 其他的豆腐 好 跟吃冻豆腐 相较而言差别在哪里 您怎么看 其实一般我们冻豆腐的话 就是传统豆腐经过脱水之后 然后形成所谓的冻豆腐 所以他们的差别 以热量蛋白质来讲 其实就差一点点啦 那重点是你的烹调方式 如果你的烹调方式 像我刚刚提到 如果你是用火锅 如果你用麻辣锅的话 那冻豆腐它的热量就会增加 所以烹调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一般的像传统豆腐 我们比较推荐 因为传统豆腐你只要清烫 上面加一点姜末 加一点酱油 然后再就是传统豆腐含量很高 它也非常的适合就是要减重的人 所以你可以用交替使用的方式 但是记得要避开热量好的 比如说像白叶 然后或者是三角油豆腐 这种反而油脂含量高 是不适合减肥的 好 非常感谢伊犁提供专业的意见 提供给观众朋友作为参考